要我陪你來看露營車改裝 結果你帶我來看 不用看了啦 人家現在都把露營車改裝 BIY 我今天介紹這個 跟你講 你不用三萬塊 改裝露營車不不用三萬塊 喔 當然喔 我們要講究的是CP值嘛 會不會 你知道 但是我還是要先看一下 到底 你說 就不用三萬塊 露營車改裝 是什麼東西 問題是在哪裡 在那裡啦 哇 是這裡喔 對吧對吧對吧 欸欸欸 他這裡這麼多車 我相信喔 這個CP值應該是有的款 它這個 露營車蠻漂亮的耶 你說三萬塊不到 叫老闆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啦 欸 陶貝陶貝 嗨 陶貝妳好 欸 陶貝大 妳好 陶貝知道我是老婆大人吧 高級王王嘛 高級王王 哎呦 不要再看妳的頻道啊 我這樣都心花怒放了 陶貝竟然知道我是老婆大人對不對 對 我今天要以高規格的眼光 來看一下這台露營車 好不OK 可以 評比一下 喔 評比一下喔 這台 是林立嗎 對 A80 我這樣一進來 全部看到新車 這些全部都是要改裝的對不對 對 喔 生意很好耶 可見你一定做得很不錯 我們做出一道還滿 實惠的模組 基本上比較極簡的方式呈現 看所有露營車之前啊 我通常很喜歡看一個地方就是地板 你知道嗎 因為我看過很多露營車 露營車的地板一般都是木地板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那種貼皮的 它這個木地板有點不一樣喔 它這個是有點 雲彩 雲彩色系的地板 很特別耶 我們就是 不想走跟大家一樣的風格 所以我們用那種比較極簡 然後比較輕少好看的方式呈現 我們地板這樣子 因為極簡風嘛 極簡風通常都是 大同小異 對 所以呢 你要比較出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你需要去看細節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台車主要的櫃皮嘛 是 那這個櫃子是用上鮮的 對 上鮮是 欸 這個有緩衝嗎 欸 有耶 通常這種雙邊櫃 正常都是 同一個色系包起來就好了 簡單嘛 而且如果你就用CP值高便宜的 通常不會再給你雙色 對 它把這個桌板的感覺 做在箱子上面 下隔的合理方圍 因為我們就做到幾隻這樣 而且你看喔 我很喜歡它這個鐵劍 它是把鐵劍箱在這個上面 是 這個木座是你們徒手做的嗎 我們師傅開模作的 對 喔 師傅開模作的 對 你畫設計圖 欸 對 先用木工的方式去把它呈現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再去送給系統板材 對 然後我們再組裝 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特色是 它會比木星板還要耐用 你是說一般手做的 它可能就不會那麼耐用 哈哈哈哈 可以這樣講 是說因為露營車嘛 我們難免就是會比較常去 揮碰 我們這系統板材好處是說 它的表面其實是 會比一般木星的天底板 還要來的堅硬方法 所以它這個叫做系統板 對 你選擇比較 還有相對耐瓜的材質 因為我們是用在露營車的方面 我們會希望說客人 買我們的模組之後 可以用得更長久一點 用久一點 用久一點 因為常常出現一些 很細小的瓜人啊 會弄得很 你講你這樣就不對了 你要讓它不耐用 哈哈哈哈 便宜 三不五十再回來換 對不對 你要賺什麼 大人不能這樣 我們這個老闆呢 是真正把CP值做到極致 車博出去 有的東西在車上 撞來撞去 一定都會磕磕磕磕 它連讓你用久一點 它都幫你想到了 欸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毯子 那櫃子它其實有一個 它說櫃子有一個巧思 其實外面我們去裝車邊帳 那它附的桿子都很長 對 就是把它有改斷 然後讓它可以收納在這個櫃子裡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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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扣掉 然後它就可以 有沒有 你們真的是做到極致欸 多兩個配件 那就可以讓你車邊帳的桿子 就收在這裡面 要用力一點 因為它比較新 新的都比較緊 哈哈哈哈 因為是系統版的關係 所以它裡面 也都是貼皮的 它都是做起來的 你打開也很好看 這個是櫃子的部分 然後再來喔 我覺得蠻特點的一個地方就是 它這邊還幫你修 修一個倒角 讓你不會 磕碰到 磕碰到 這個很重要 就是一個小細節的部分 因為一般貼皮 這個地方 它一定會有一個間隙 這種櫃體 貼皮整個是熱塑嗎 對它是熱風的 它整個這個盾 完全都是密合的 因為一般木工在貼皮的話就是 我兩面上膠 然後等它稍微封出來 它粘起來這樣子而已 欸系統板材的話 它的好處是說 它皮在貼的時候 它是要用火 去給它加熱 讓它熱風起來 所以等於說它跟這個板材的 密合度是相當高的 其實這種模組太多人在做 一想說我們要做紙 以我們自己出去玩的方式去 做這套模組出來 欸老闆你有出去玩嗎 我們是租車 租車的那種感覺不太好 所以把他們的那種 不好的習慣撿起來 把不好的改成好的 對 把你不想要的改成你想要的 就是像 把這台車當我們自己的車做 所以才會做到這些細節的一些 油畫 兩邊的櫃子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嘛 是 翻開是一樣的 其實裡面收納空間不小欸 要玩簡單車伯的人 其實這樣子的空間就夠了 當你出門的時候 你這個床板放上去 你下面都可以放東西 對 這個上面也是可以放東西的 對 我覺得大部分現在的車國新手 都是以進露營區來講的話 這樣就已經是非常適合 好來你們看一下這個地板 有點水泥灰的感覺 工業風這樣子 對 帶一點微工業風 不是只有你喜歡 我也蠻喜歡這個地板的 一體成型 就是不會有那種平潔感 賣瓜賣磨這樣 租車出去玩的經驗是 欸很容易磨到磕碰到這些 所以才把這些邊角啊地板這些 都做一些質的提升 對整個質感都有提升上來 然後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這個床椅 就是一般的翻轉椅嘛 對 你知道為什麼來看這一家嗎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人坐在後面 是不是安全很重要 當然啊 對 一般的床椅固定方式 不外乎 就是下面一定要有一個座嘛 就是下面這個座 你知道這個座是什麼嗎 什麼 它是鐵的 對耶 為什麼這個座是鐵的啊 對它是鐵的 我們之前影片就講過 你的床椅一定要固定在你的原車鎖孔 對 這樣子的話 你的安全性也會增加許多 因為剛剛老闆娘有跟我講一件事情 來我們來過來看一下 為什麼是你跟老闆娘講 哈哈哈哈 哪裡哪裡 你剛剛跟老闆娘偷聊了什麼 就是說它這一台 為什麼它的椅子 都掀起來了 喔 它是鎖在這個木板 老闆娘說齁 他們為了要開發更安全的床椅 所以他們直接去買了一台AE8椅 回來測試拿來鑽 老闆你真的買這台車要鑽 就是我們要測試客人的安全係數 對 這個老闆很大氣喔 你看老闆的金項鍊 超大氣的 欸沒有沒有 你輸了 這個趕快拿下來 保持啦保持 老闆純金的嗎 純金的 OMG 一定純金啦 一定純金 盪了 買了一台車來撞 測試給大家看 這個床椅它只釘在木板上面 是不安全的 對 不然這個相對便宜很多 一定便宜很多 因為我們不用鎖原車鎖口 對 一般下面都是用木箱 它直接更換成更耐用的鐵箱 老闆你是很注重安全對不對 對 注重安全的 注重一些小細節這樣 純粽 這樣會賺錢嗎 會啦 一定也是 也是 多少有利潤 這樣 重值不重量 對 好啦 那我們繼續往裡面看 GO 我們現在是要看 喔 原來電池 在床椅的下面 主要是床椅下面 是比較省這個空間 然後還有就是 這個鐵箱的安裝是 怕如果車子有 很少怕燈的問題 木頭會直接燒起來 鐵箱不會 所以這也是個安全的考量 喔 所以換成鐵 有兩層考量 對 一層考量是它比較不會 因為撞 然後就省個移位 或是翻掉這樣子 對對對 第二層考量 不會因為它很怕燈 火燒因為木頭 很容易就燒起來 對對對 可以捏 老闆你心好細喔 我覺得很讚讚讚 這個桌子的寬度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真的是老手 我一看就知道了 對 它這個就是這個的床板 對 當床板也可以放在下面 兩用 兩用 兩用嘛 我覺得很實用 然後我們現在看的這台叫林立 對林立 然後聽說你還有 德利卡的模組 對沒錯 很少人做德利卡的模組 而且很多人需要 德利卡的模組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德利卡模組長什麼樣子 這台 這個設計風格 我好像 在市場上 比較少看過喔 這是我們師傅的巧思啊 這台車系是 他以他的經驗去設計的這樣子 師傅的巧思 所以師傅要來介紹一下嗎 師傅你很放語心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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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是因為我們要符合 車色做的白色啊 然後裡面的話 我們選擇灰色是因為說 比較可以符合 大眾顏色的考量 也跟原本車內的顏色是比較相近這樣 看起來會比較有一個整體性 所以我們才會選這個配色 這套模組就是灰色色系嘛 對對對 那它跟林立一樣 都是屬於 系統板下去做的 因為我有看出它這個板子的不一樣 你看它光是這個小板 它就做圓弧的 這個櫃子 它這邊也做圓弧的 市面上沒有這樣子的啊 除非自己手工 對對對 因為我們就是為了 盡量避免說去被那個腳刮到的風險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說能做到圓弧 我們就去做圓弧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旁邊有這個床板 掀起來我們可以當作一個化妝台做使用 這個床板 對對對 這是可以做的是不是 可以我們旁邊有我們有做這個支撐腳這樣 其實你要正的方法你放後可以 這樣撐這樣 撐兩邊這樣子 使用上可以更方便一點點這樣 你有女朋友嗎 目前沒有 可是為什麼你那麼了解 因為我剛才還想說 正常都這邊當椅子 但這邊當椅子 真的離化妝台會比較遠一點 我們現在來坐上去看看好了 喔欸真的可以耶 也太酷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這個 它上面這個櫃子全部都放零食 錄影座怕無聊啊要走這邊吃啊 邊化妝 然後邊吃東西 不過不錯 我跟你講因為你知道通常人家做櫃子 都是這麼大一片下來 這麼大一片下來會有一個什麼畫素 就是你後面視野就擋住了 所以呢我們少女新師傅就設計了一個這樣子彎曲 把這個洞挖出來 視覺就可以很廣闊了 坐在這邊享受喝咖啡什麼的 但是有沒有插電的地方啊 有插電的話在這邊 一百億的 一百億的插電口 對的因為我們是考慮到 可能會放一些咖啡機之類的 然後它的話是一個防水的插座 如果說我檯面積水的話 其實是不用擔心有用電的安全疑慮 你看人家模組還做到防水耶 太特別了 我看這不只是煮咖啡啦 這個一般比如說用電吃飯的 煮火鍋什麼的 邊煮東西然後邊看風景都不錯 那因為得利卡空間比較大 所以你看我椅子即使坐到了這裡 我這邊都還有走到可以進出 可是有的時候坐在上面煮東西 我就變成只能用電嘛 因為這邊都是木頭的嘛 對這裡還有一個檢驗廚房 我就知道我看到這個板子我就知道 絕對是廚房 打開就可以了 這是磁吸式的 它是磁吸式的 哇 廚房嘛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這一組 可以直接全收那式的 而且這也比較省空間 對比較省空間 瓦斯爐都附在裡面了 對 水槽也有了 水桶放在哪 所以我放在後面那個防蓋的下面 哦 坐在櫃子裡 烤涼掉水箱它可能會晃動的話 我們旁邊有做一個綁帶的設計 哦 所以這個綁帶是固定在木頭上面的 對對對 這邊有個扣環 打開之後它就可以直接整個拿起來了 對對對 拿起來然後去加水再放進來 對對對 好 OK 然後你看其實這旁邊居然還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如果你水不夠這邊再帶一桶 那如果你水夠這邊等於就是一個置物空間 你放你的包包啊衣服啊什麼的都足夠 然後你看喔這個拉起來也是 為什麼這邊有一個插銷 對那插銷的話是因為 那如果說我們板子都掀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不好放下去 那個插銷等於是你剛剛按的那個開關的一個這樣子 哦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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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懂它的意思嗎 我發現它的巧思了 它就是這樣 你看喔 那兩邊都翻起來 這樣是不是床板 對 那邊也翻起來的時候 我現在要把它弄下去 但是這邊我按不到啊 所以它等於這邊做了一個扣環 然後這邊再壓一下它就下去了 道理心師父有厲害 那我們再來看 我剛剛還以為它這個是這裡一座 然後那邊一座分開的 沒有 它是變成這樣下面一座上面一座 是不是 它是上下分的 這個考量也很細耶 因為如果長度沒有去考慮的話 很多東西就變成要裸露在外面 就沒有收納空間了 中間這個洞應該是桌板嘛對不對 對 我看到了這邊 那可是桌子在哪裡啊 在這裡 我們來組裝一下 可以耶 可以這樣放 坐這邊 坐這邊 然後也可以坐這邊 兩邊坐 或者是四個人 一二三四 這個桌子呢 把它坐大一點就變麻將桌了 可以坐在上面打麻將耶 我發現你坐在裡面 頭一樣不會頂到耶 如果我們是不是180 我們是他的身高去算最剛好 那基本上應該符合大部分的人 你看它上面還有車頂帳 車邊帳 這些都是在這邊裝的嗎 對 都這麼長在裝的 你們還可以裝什麼 車頂帳 車邊帳 然後水箱 還有我們沐浴帳 然後還有車頂平台這樣子 改裝得利卡呢 真的就會把它那種野的風格 全部都弄上去 即使裡面再浪漫 外面還是要野的感覺 好我們看完得利卡呢 重點來了 是 老闆 你那金箱鏈戴這麼厚一個 感覺就直播主的氣勢 我看到它我就想要問一下價錢 價格 價格可能要問 我們老闆娘 就是錢都是她在管的 蛤 我只負責介紹這個細節這樣子 好很好 錢是老闆娘在管的最棒 那我們現在就請老闆娘出來 老闆娘 老闆娘你好 你好 我姓何 何小姐 對 我們老闆娘 感覺很可以殺 老闆娘 我現在要來問價格 對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你的露營車了 我覺得裡面真的有像老闆說的一樣 做到直 但是呢 直感歸直感 我們的觀眾要CP值 要知道價格 我想要知道這一款林立 這個模組化的價格 我們有賣套餐價格 好那既然是套餐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麼東西好了 邊櫃地板 對 床椅 車邊杖 車頂架 喔還有車頂架 對 好這樣子 這樣子賣12萬8 12萬8 對 老闆 對 我覺得12萬8好像有點 哼哼 這樣好了 我們可不可以談一個優惠的價格 來給我們老婆大人的觀眾 嗯 可以嗎 可以 老闆娘有點為難 這樣好了 我們露營車就是要怎樣 用的長長久久 老闆都說他的質感是可以用久久的嘛 所以呢 我想要跟老闆娘談一個價格 九萬 九千 九百 九十九 可以嗎 可以嗎 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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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哇 所以就是 九萬九千 九百九九 還不趕快下飆 再送一萬購物金 現在趕快留言處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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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直播就開始了 呵呵 真的人家說齁 找到好的社會 比較會這樣做工作 這句話對不對 人家連千億獎 運用一下 真的 大人我找到你的替身了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加一萬塊的購物金 對再加買一萬塊購物金 一萬塊購物金可以買什麼 我們全部都可以買的 這邊有什麼就可以買什麼 對 買得到老闆嗎 老闆沒那麼廉價啊 對啊 都可以送到購物金的 是不是 老闆沒那麼廉價啦 老闆要在這裡創造更多業績啊 對 沒錯 可是啊 對 可是啊 老婆大人就是 有很多固貌的地方 是 假設我今天我客人來 我就沒有想要做那麼多 車邊上我有了 對 床椅我有了 我只想要做後面一個 你有沒有什麼套裝 有沒有什麼set 我們這個也可以直接賣DIY的部分 賣DIY是什麼意思 我們整個套裝他自己組這樣子 DIY的也有在賣 所以 IKEA概念 對 就是我可以這個加這個 板子 地板 都有都有 木的部分都有 木的部分 等於是邊櫃桌板加地板 對對對整套 這樣多少錢 五萬零九百 五萬 對 五萬 還沒遇到老婆大人之前的價格 你看你看我們要猶豫一下嗎 他就會講出來了 對嗎 我們開個優惠一下 你知道老闆 我們拍過DIY 他們都是三萬塊 三萬塊DIY喔 三萬塊 對你可以給我什麼價格 我自己回去DIY 那 20999 寒稅 20999 寒稅 等一下寒稅是跟誰稅 欸 我也可以 不然我們寒發票稅 20999 寒稅 可以耶 20999 不用三萬塊 比DIY的還要便宜耶 對 兩個編櫃 一個桌板 一個木地板 回去自己裝 啊我如果不會裝咧 不懂 我們這邊有那個安裝架 後來就可以選我們的安裝架就好了 對 還有安裝架可以加購 可是只要是老婆大人的客人來 我們都一句優惠 我們開給老婆大人的優惠架出來 聽得懂 老婆大人的優惠架 很好 你知道我的客人嗎 是 有些就是會 呼摸一點 是 天貴我有了 但是呢我想跟老婆大人一樣 換翻轉椅 你們可不可以只做翻轉椅 也是可以 可以單向施工就對了 可以可以 選顏色啊什麼的 都可以都可以 沒關係沒關係 我怕老闆開出太便宜的價格 他等一下會後悔 你不用跟我講價格 你只要可以 我跟我的觀眾可以交代 你可以單向施工 這樣就好了 這絕對沒問題 我跟你講老闆就是撒開 有那個 我可能就賣項鍊了 自從接著這一單 都可能像要先賣掉了 除了你們的客人 我再把項鍊數回來 哈哈哈哈 對 我知道你很阿達利 可是我還有一個很足摸的地方 我施工要多久 如果只有改我們的模組的部分 還有床椅的話 三個小時 喔這麼快喔 三個小時 你是說我車開過來 對 改這個模組跟床椅地板 對 這樣三個小時 那如果再加車邊杖 跟那個車頂下咧 這樣大概四個小時 喔四個小時 對 那如果我還要 就是電子也一起弄弄 電子的話就要先預訂 因為電子我們要先訂 然後訂的話 就是確定時間它再下來這樣子 可是如果加電子的話 我們可能要給它八個小時 因為安全係數的問題 不可以隨便給它亂裝 好 最快就是三個小時 對 好那問題來了 這裡是田的旁邊 是 請問我設置在你這邊裝 啊我人要去哪裡 人去我們旁邊 郵件六百館 那也是我開的 就在去那邊吃個飯 吃完飯之後弄弄再過來 整個什麼都改好了 老闆你好熟 老闆是牛排館的老闆就對了 對對對我也是做牛排 哇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來這裡改車呢 請你們去牛排館消費一下 去那邊享受一下 我們再送折一下就牛排老闆 優惠老婆到哪有的啊 大家來記得要喊一下 老婆大人老婆大人 就我這個價格 不然你們就乖乖付十二萬喔 好不好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老闆 老闆娘 還有我們的少女星師父 然後跟我們介紹了 他們自己的一些模組化 真的是一張還有一張高啊 謝謝 謝謝謝謝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 按下留言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有一個愛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下支影片見 找到我們下支影片見 在下支影片見 找到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不合格起床